只有在自由呼吸的地方才可以出现 照新Innovation 10 On the October UB3尊敬的拜登总统 贺锦丽副总统 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 国家安全顾问捷克 沙利文 财政部珍妮特 耶伦部长 贸易代表戴琪等各位早晨好 Good Morning 转眼美丽的春天来到了美国首都Washington D.C. 中期选举的严峻考验和正在萎缩的新冠疫情一样 隐隐约预约预示着美国的经济虽然在努力复苏中 但改善的步伐依旧缓慢 经济前景面临巨大不确定性 俄罗斯和乌克兰危机 台海未来如何按照联合国宪章处理 作为中国主权国家的国内战争上未结束的对峙与分裂冲突 同样愈将扑朔迷离 美国未来如何处理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 如何处理国际关系的挑战与化危危机的改变美国的机遇 这无疑需要各位团结一致 污漏反正 立心求真 不时找到美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创新只能在自由呼吸的地方产生 挑战你的总统 挑战你的政府 挑战你的团队 挑战你的政党 挑战既定的宪章和国会制定的游戏规则 这不是依据空台原权、民主、自由、宪章和规则 亦是形态价值观的标语和口号 你的观点在哪里 如果政府不能解决问题 那么政府和你就是最大的问题 说出我自己的观点 我来自中国的南海深圳和香港招商局 从事中国改革开放社会实践超过40年 我2007年退休后来到美国马里兰州居住在Washington Tower 每天早上我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东面阳光土照的广袤大地 南面尊敬的拜登总统居住的白光 和各位政府要员聚集的国会山、登高望远 眼下犹如四周都是浩渺的大海 比大地和大海更宽广的是碧蓝的天空 比天空更开阔的是我们高瞻元主的身怀 2022中期选举和2024年美国大选的预期 也让美国及全球未来的局势变得愈加扑朔迷离 我们作为美国的新移民 来到这里的目的除了和家人团聚 共享晚年的天文之乐 还有一个美国的梦想 就是为了人类的天职追求真理 虽然我们知道通往真理的道路坎坷曲折 困难重重 但是只要我们下定决心 上下求索 勇于实验 总结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就能发现隐藏在这些宪章和规则下面的前规则的奥秘 就能找到化微危机 解明大选 我们中国人常说 带行好事莫问虔诚 各位都是当权的政治家和公务员 由于各位所处的位置 所掌握的权力 既可以为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 甚至世界人民做很多好事 善事 实实在在脱离苦海 改变空境的大事和小事 一面之差 举手之劳 一言兴邦 一言丧邦 就像在台湾问题上 只要各位思想一解放 换个角度 逆向思维 把联合国宪章上的中国看成就是中华民国 联大2758号决议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国 实际就是代表联合国规则上 中国的国民ROC就是中华民国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就是代表台湾中华民国台湾省 台湾Province of ROC 这样一句话 一个法律概念 一个既符合台湾关系法 有符合美中建交三公报的大事大非的原则和规则立场问题 就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台湾的台独危机和国台意识形态就完全解决了 美国是最大的赢家 预报象征渔翁得利 那些不愿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中华民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台独人士 和那些主张不同不独不武中华民国在台湾的独台人士 可以选择前往美国和日本以及地陶宛等世界各地散布中华民国文明的基因 传递生产半导体芯片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可以为天下人民做更多的好事 中国人民也可以自由自在地前往台湾在哪里与中华民国台湾省的原副民同甘过苦 共建家园一起向未来 抓住当下千载难逢的机遇和时机 每个议员每个政治家的政治生命都是非常短暂的 拜登团队和各位政府要员的政治声明都是值得珍惜的资源和宝贵财富 无论美国还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领袖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政治误区和以拼盖权的盲点 美中大国之间有着大量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共同利益 不同的梦想和解决世界未来两难选择的未知结构设想 有的是文化差异问题 有的是联合国宪章和规则的认识不协调的问题 有的现在可以重新包装 有的可以从中斡旋协调利益 有的击中难返 有的可以马上消除和化解 有的不能强求一致 民主和法治的最高原则是维护国家统一的宪法 A nation under the constitution indelizable 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 当今世界各国 尤其是拥有核武器的大国之间 共同关注和追求的都是发展本国经济和民生福祉 改善投资法制环境 人人公平 得到公正公益和社会安定团结的问题 我在2007年10月在给当时的小布什总统的一封感恩信中提到我的美国梦有三个目标 做各新美国人共同建设新美国城市 努力改善和树立新美国立心求真与时俱进的大国形象 后来在欧巴马就任总统时代 我不断提出了这三个目标构 具体可行的实施和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 第一夫人米歇尔 奥巴马提出了十万强计划 这就是我的新美国人的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未来美国事业的接班人计划 今天的中国北京冬奥会出现的古爱林现象 其实就是米歇尔 奥巴马第一夫人的十万强计划的边际效应 开花结果 其实就像奥巴马的邻居把房子用140万美金 卖给了一个叫丹尼尔的小伙子 他把这个房子改造成了幼儿园 号称是全美国最安全最有名气的幼儿园 吸引了无数富豪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里救度 不仅如此 他还把外墙拍卖出去 要知道那墙上的广告啊 可是经常会被拍上电视节目的 于是 奥米尔就发了大财 这两件事其实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 资源有时候就像积木 你拼不对地方就是垃圾 拼对了地方就是资源 人才是一个国家的第一资源 每个人身边的资源和机缘都很多 如何发现和及时抓住这些机遇和资源 是由我们每一个政治家和每一个普通人的眼界和思维决定的 这也是值得我们当今的拜登团队的政治家和经济学者深思熟虑的选择问题 您认同我的观点吗 我非常感谢伟大的奥巴马总统和第一夫人的知遇之 能得到奥巴马夫妇的信念和理解 这是我为民美国坚持与白宫主人一直保持特殊管道联系的精神动力 也是通过这种上下交流 表达我对美国白宫决策的担忧和顾虑所在 讲真话 不为名利 不为权势 不怕牺牲 堂堂正正追求真理 解明道学 为美国人民的最大利益 也成就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利益和长治久安的人类共同福祉 要知道 我在中国同样上下求索 下情上达 长达四十年之久 得到只是只言片语的yes or no真正成熟的人 会有适度的心态去面对一切 等得适可而止 我虽然得到了奥巴马总统和第一夫人的提名和电子邮件的真实记录 但是我并不追求 立即成为美国总统的公民 毕竟中国的国籍制度不允许双重国籍 与其为了虚荣取消我的中国国籍 可能我会在经济和财务上损失很多既得利益 并给我的孩子增加很多不必要的经济负担和家庭压力 所以 还是等我去见上帝以后 盖官论定 现在就是必时就需 继续看唱本 走着瞧吧 地下的总统公民 要比华众取宠的公开总统的公民 更有价值和真实的影响力 希望拜登总统和各位白宫团队的民主党人 理解我这个总统的公民真实的目的 面对大海 春暖花开 含苞欲放 花看半开 酒饮微醺 才能得其争取 如果我的这些对政下药的直播视频 真的能够成就拜登总统的未来两年政治奇迹 那就是我真正的成就了我做个新的美国华人 即美国总统的公民 谢谢大家 ари们 国总统的飞ビング 优劇 优优优人 Halman for the policy of now President Biden once told everyone at the Beijing Embassy Innovation is only where you can breathe freely to appear Innovation innovation can only occur where you breathe free Dear President Biden Vice President Harris Secretary of State Anthony Blinken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ck Sullivan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Janet Yellen Trade Representative Dai Chi and others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In the length of an eye, the beautiful spring came to Washington, D.C. The capital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severe test of the midterm elections Is the same as the shrinking new crown epidemic It vaguely indicates that although the U.S. economy is struggling to recover The pace of improvement is still slow And the economic outlook is facing great uncertainty The Russian-Ukrainian crises And how the Taiwan Strait will deal with the unfinished confrontation and secession of the civil war As a sovereign state in China in accordance with the UN Charter in the future are also becoming More complicated and confusing How the United States will deal with domestic economic and social problems in the future How to deal with the challeng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opportunities that will change the United States by turning crises into opportunities This undoubtedly requires everyone to unite Based on empty talk about human rights, democracy, freedom, charters and rules, archaeological values What is your point of view? If the government can't solve a problem, then the government is really the biggest problem To express my own point of view, I come from Shenzhen, Nanang China and China Merchants Bureau of Hong Kong I have been engaged in the practice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society for more than 40 years After retiring in 2007, I came to Maryland USA to live in Washingtonian Tower The first thing I do every morning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e thing is the vast expanse of sunshine in the east The White House where the respected President Biden lives in the south And the Capitol Hill where various government officials gather Broadder is the blue sky And wider than the sky is our visionary mind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2022 midterm elections in the 2024 U.S. Election have also made the future situ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more confusing As new immigrants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purpose of coming here is not only to reunite with our families To share the joy of our family in our later years But also to have an American dream Which is for the vocation of mankind To pursue the truth Although we know that the road to truth is bumpy, tortuous, and full of difficulties As long as we make up our minds, seek up and help Be brave in experiments, and sum up the lessons of experience and failure We can discover the mysteries of the unspoken rules hidden under these charters and rules The Chinese people often say But do good deed, don't ask about the future All of you are politicians and civil servants in power Because of your position and the power you hold You can do a lot of good things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The Chinese people, and even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And little things The difference of a single thought The labor of a single hand A war to build a country A war to lose the country Just look on the Taiwan issue As long as everyone's minds are freed They can think differently and think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And regard China in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as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resolution 2758 of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Which recognizes that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presents China Actually represents China's country name, ROC In the United Nations rules is Republic of China Recognizing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representing the Taiwan provin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province of ROC In this way, a legal concept A question that conforms to the Taiwan relations law And the principles and rules The two major issues And the three communique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of China Is clear and clear The Taiwan independence crisis And Taiwan independence ideology in Taiwan Have been completely resolved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biggest winner And the sandpipers and clams compete for the fisherman's profit Those who do not want to admit that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the sole legitimat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ose who advocate no reunification Neither independence nor force The Taiwan independen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 Can choose to travel to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Lithuania and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o spread China The genes of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genes of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ass on the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experience The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experience of producing semiconductor chips To do more good things for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The Chinese people are also free to travel to Taiwan The Chinese people are also free to travel to Taiwan Seize the once-in-a-lifetime opportunity and opportunity The political life of every congressman and politician is very short And the political life of the Biden team and the government officials is even more worthy of cherished resources and treasures The U.S. and China's political systems and political leaders have political misunderstandings Blind spots of blind spots in one way or another Between the great pow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re are a lot of common interests, different dreams and unknown structures to solve the world's future dilemma Some are cultural differences Some are problems of inconsist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UN Charter and rules Some can be repackaged now Some can be used to mediate and coordinate interests Some are difficult to return Some can be eliminated and resolved immediately And some cannot be forced to be consistent The supreme principle of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is to maintain the unified constitution of the country One nation under the constitution, indivisible,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 Today,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especially the major powers with nuclear weapons Are all concerned and pursued by developing their own economy and peoples' world Approving the legal environment for investment, business for all, justice and social stability and unity In a thank you letter to then President Bush in October 2007 I mentioned that my American dream has three goals To be a new American, to build a new American city together To strive to improve and establish a new American image of a great power that keeps pace with the times Later, during the Obama presidency, I continued to put forward these three goals goal Concrete feasible implementation and feasible solutions First lady Michelle Obama put forward that 100,000 strong plan Which is a new American, turning in succession plan to create millions of future American careers The Zhiyuan phenomenon that appeared in today's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in China Is actually the marginal effect of first lady Michelle Obama's 100,000 strong plan Which has come to fruition In fact, it's like Obama's neighbor sold the house to a young man named Daniel for 1.4 million dollars He transformed the house into a kindergarten Which is known as the safest and most famous kindergarten in the United States Attracting countless rich people to send their children Some here to study Not only that, he also auctioned off the outer wall You must know that the advertisements on the wall are only photographed on TV shows So Daniel made a fortune These two things actually illustrate a simple truth Resources are sometimes like building blocks If you don't spell the right place, it's garbage The right place is the resource File is the first resource of a country There are many resources and opportunities around everyone How to discover and seize these opportunities and resources in a timely manner Is determined by the vision and thinking of every politician and every ordinary person It is also a matter of choice worthy of thoughtful consideration by the politicians and economists of our Biden team today Do you agree with my point of view? I am very grateful to the great President Obama and faith lady for their kindness Gaining the trust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Obamas is the spiritual loving force for me to immigrate to these United States And keep in touch with the Master of the White House through a special channel It is also through this kind of communication Express my concerns and concerns about the White House decision Telling the truth Not for fame and fortune Not afraid of power Not afraid of sacrifice Dignify and pursue the truth Salt the peoples upside down And see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As well as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of China and the world And the common well-being of mankind with long-term stability You know, I have also been searching for and reaching out in China for 40 years That just a few words of yes or no A truly mature person will have a moderate attitude to face everything and know how to stop I though have more records of nominations and emails from President Obama and the First Lady But I do not pursue it and immediately become a citizen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all, China's nationality system does not allow new citizenship Rather than cancel my Chinese nationality for vanity I may lose a lot of vested interests financially and financially And added a lot of unnecessary financial burden and family pressure to my children So, I will wait until I go to see God, and I will conclude in the coffin Right now, I will avoid the truth and then read the melody Let's see, the underground citizen of the President Is more popular than the citizen of the public President Valuable in real influence I hope President Biden and all the Democrats on the White House too U understand the true purpose of my citizen of the President Facing the sea, the spring flowers are blooming Buds are about to bloom The waters are half open And the wine is a little drunk to get the real fun If these live things of mine are the right medicines They can really accomplish the political miracle of President Biden in the next two years That's what I've really accomplished I'm a new Chinese American And a citizen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rest of the Queen's healing The name of the Kim His 停战也没有 无条件的停战更没有 所以现在叫国家赏魅统一前 战争状态 这个既然战争状态下 我们把一个和平 和平的一个假象 就是一个战时的 就像停战 现在那个五额现在没有打仗 这个叫休战 而是大战前的一种 一种形战的一个休整 或者叙事待发 这个阶段 我们把它认成是和平状态 这个是不确定的和平状态 所以在我们在认知和评估 这个战争法这个阶段的时候 认知这个定位的时候 中国现在两岸关系是什么 战争状态 交战状态 在这个交战上 邓小平提出和平统一 和平统一的方法 当然现在的和平是不是和平 我们把现在的 误认为停战状态 停火这个状态 是停火 不是停战 所以误认为是和平状态 这叫粉饰派平 是理假乱真 两岸现在 台湾方面 既不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 同时也不承认现在 能够签署和平条约 这个条件并不成熟 也不愿意和大陆谈什么 谈什么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一国两制问题 那么一国两制就是投降 就是有条件的投降 就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这句话才是本质的 他如果承认一国两制 那么就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就承认了2758号决议和联合国宪章 我们再说过美国的态度是什么 美国的态度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 也就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这就是三个联合公报 一个本质 这个没有说清楚的 我说清楚了 按照联合国宪章 美国它是联合国的安理会的主要成员国 那么它必须遵守联合国宪章 联合国宪章的国民就叫中华民国 2758号联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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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就是中华人民共和代表中国 就是代表中华民国 为什么不谈清楚 因为美国希望能够把这个事情说不清楚 因为说不清楚它可以混水魔语 因为混水魔语可以 美国可以在一头牛上扒下两张皮 在大陆扒下一层皮 在台湾扒下一层皮 蓬佩奥这次不知道 就是收取政治现金吗 不管是哪一个总统下来 跑到中国北大 清华去做个讲演 不是要收很多很多很多 起码是50万现金 50万美金的现金吗 所以美国在这种模糊的政策下 是鱼放相争鱼庸得利是最大的受益者 现在明朗化了 中国也不吃这一套了 因为我现在中国崛起了 从军事上来讲和美国可以拒止战争 台湾呢 再怎么打也不行了 美国还有签订了 李根什的六项保证 还有卡特时间 包括拜登参议员在那签署的 台湾关系法 我们说台湾关系法 不妨碍 不妨碍一个中国的统一 因为什么 台湾关系法 我告诉说美国总统已经终止美国和台湾的统治当局 1979年1月1日前 美国承认其为中华民国政府 1971年以后 不承认它是中华民国的政府了 因为是这个时候已经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所以这个不承认的美台关系是政府间的关系 这是第一句话 不承认美台关系不是政府关系 美国国民认为有必要定立什么呢 非官方关系和非政府间的关系 所以台湾的一下子定位就定了 现在蓬佩奥跑到台湾去煽动台湾独立政策 是比政府间的关系还要更进一步 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美国拜登总统应该也清楚 到底蓬佩奥说了什么 蓬佩奥是在把美国 绑上一个引入台海战争的一个战车上去 在这个里面搅混一滩水 但是他现在是一个 按照他来说 他现在是一个美国的平民 他没有资格来决定 美国政府与台湾的关系 所以他可以信口开河 如果作为美国政府 承认美台关系是政府间的关系的话 承认台湾独立的话 那么这个战争就即刻就是爆发了 台海战争不但是爆发的比 就是名正言顺的一个正义的战争 一个解放台湾的战争 就打响了 我们呢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希望拜登总统呢 记住杜鲁门和罗斯福 在战后成立联合国 这么创立的这么一个工具 是吧 联合国宪章呢 是一个维护世界秩序坚固的基础 只有世界各国 特别是安理会的五大 成立安全理事国 特别是美国 要带头遵守和尊重主权国家的 这个权利和规则 在这个联合国宪章的上面 我们可以建立更美好的世界 现代世界必须 使用这个工具 联合国宪章这个工具 假如我们不使用这个工具 我们就辜负了那些 为了这个 今天能够自由和安全的世界 创造这个工具的 而牺牲的 自己生命的那些先人和领袖们 同样 如果我们打算自私自利 利用这个工具 达到自己的势力 不断扩张 按照任何一个大国 或者一小撮国家的既得利益 使用这个联合国的工具 同样也犯了 背信弃义的错误 这个原话是罪行 不是错误 这个动了门 那个时候讲这个 讲这个话的原话叫 犯了背信弃义的错误 那么也就是说 在联合国 在我们在 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个问题上 犯了背信弃义 包括北约不东扩 乌克兰不参加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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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约组织 这种背信弃义的罪行 如果说是小说小的叫错误 那么同样 台湾问题 台湾当局 民进党当局 国民党当局 都犯了一个 分离从 人人国宪法 中华民国宪法中 分离出来 另立一国的 分裂国家的 背信弃义的 罪行 我们讲的是 把反台图 看成是一种 两岸一家亲 一家人不打一家人 这个就犯了一个 农夫与蛇的错误 包括国台办的发言人 包括我们政协的 会议 整个会议 这个 包括张念慈 等等 对台工作者的 这种 以偏概全 美化台独 掩盖 掩盖 掩盖这种 这种分裂队型的 这种 言辞 都是 违背了 换了自己 背信 这个 其 反背信 违反 违反 反分裂国家法 违反 一个中国的原则的 一个 错误 这个是 我们大家 没有认识到这么多 还在想 心灵气和 还在想 还在想 这 农夫与蛇 我怎么用 心 和温暖 来感化 这些 这些 造谣 自欺欺人 招 招 招摇 撞骗 划动 取宠的 台独和 独裁分子 我们 在这个 我们在这个 这个思想上 这个 所犯的一个 错误 要比 拜登 和特朗普 对中国 两岸的人 的认识 还要严重 因为我们 隔了一层眼镜 我们把这些人 都当成是个 善人 便都是 都是自家人 好像是 就是 那个 子嘎音啊 好像是 自己的 兄弟姐妹一样 但是 实际上 在背后 捅了我们 14亿人 那个刀子 第三个 一国两制的 限定 就是 管理台湾的人 不是2300万人 来管理 而是应该由 这个 14亿 人民主权 决定国家主权 就14亿 2300万 全中国人民 是台湾人民 台湾这个地方的 主权者 而不是2300万人 是台湾的主权者 不是2300万人 决定台湾的命运 和前途 那是殖民地 殖民地法则可以 按照 殖民地法则 可以有 这个地区 共同 表决定权 台湾不是殖民地 台湾是中华民国 光复收复的 中华民国 中国人民的土地 所以这个1945年 这个性质就变了 不是殖民地了 不是再也不是日本的殖民地了 所以228事件 说那些暴徒们 或者是怎么把这些大陆人抓起来 让他们唱日本国歌 这个简直就是荒唐的 在中国的土地上 但是还想把台湾的大陆人 逼着他们唱日本的军歌 我们就想着 这些人就后来演变成 今天的台独党 这些黄子黄民黄孙们 这个呢 这个就是我们按照什么规则来办事 我们到底是适用的什么法律 就是我们在这个 所有对台办也好 中国党也好 中国人民也好 都要有一个觉悟 就是依法治国 按照适应的法律 首先是联合国宪党 和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到底是 是中国人 还是 我不是中国人 你是中华民国人 还是说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我不是中华民国人 这个问题 都是一个 但是在法律上来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就是中华民国的延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到台湾去建立 人民政权 就是没有完成祖国统一 一国两制 不能够完成祖国统一 你因为建立的是 中华民国 台湾省地方自治 就是封建格局 就像是韩信在建立的齐国 它不属于汉朝 这么是一个道理 所以我们的党 我们的决策者 包括邓小平 在设计这个一国两制的时候 就出现了一个政权的一个性质的 性质的保持不变 就你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的中华民国 而是中华民国原来的一老一少来决定的 他没有归顺你 不承认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所以这个问题是第四大陷阱 第五军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代表中华民国主权的 你现在让台湾的台军来代表中华民国的主权 分天抗礼 这就是变成了台湾军队是叫叛乱的军队 这个驻军这等于是驻着土匪 这样的军队的性质不代表中华民国 所以现在打着正好枪相反 他挂着中华民国的国旗 但是他不代表中华民国 他没有资格代表中华民国 有资格代表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敢承认自己是代表中华人民解放军 这个是个吊诡的事情 一个自相矛盾的事情 这个是一个自己把自己的位置颠倒了 不知道自己的一个定位 所以说定位混淆 定位模糊 所以班级石子砸自己的脚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台湾关系法 美国人如果按照台湾关系法有没有错 他可以收留台湾人 他可以收留人 但是他不能 他如果他承认 他可以收留这些台湾人 包括台湾的资金 这就是我保持授权继续维持台湾人民与台湾人 人民之间的商务 文化和其他的关系 这是台湾关系法 这本质 这样的美国是最大的收益者 台湾的资金 台湾的资金 还有台商 包括台积电的资金 可以 你现在让他们走 他不愿意搬离台湾 也不愿意撤离大陆 你现在如果爆发战争 如果台湾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 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的三参制也好 人民代表大会也好 政治协商会议也好 那么很多人不愿意在台湾待了 不愿意在台湾待 可以根据台湾关系法 就是ACT到美国去 保持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的商务文化和其他关系 那么美国是受益者 来了很多人产 科技方面的人产 生产方面的人产 可以在美国来共建家园 这个是台湾关系法的实质 所以不要看到美国的法律 我们就喊着 一定就是完全否定 你要抓住他的精髓 他的本质 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台湾问题就解决了 如果拜登总统能够帮助中国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美中关系 就不是 不是现在的敌日冷战关系 而是一个合作关系 互利双赢的关系 那么就是投机所 那么拜登就做了历史上的一件 罗斯福想做而没做成的事情 罗斯福是一个中美关系的建设者 是推论者 我父亲就是罗斯福的学生 后来也参加了罗斯福 那个一个 当作为律师的 叫美国 那叫资工党 我父亲后来也是加入了中国的资工党 在这个 在那个 我父亲呢 原来在抗战的时候 是在中国第一陆军 机械化学校 毕业的 当里面有很多 美国的军官 英国的军官 还有苏联的军官 做了教学 我父亲是 1914年 在那里也是 然后就 毕业以后就开过的 殿免公路上那个 中国远征军 罗斯福1945年去世的时候 我父亲代表中国远征军 在加尔格达的 这个 这个 纪念 罗斯福追导大会上 代表这个 国军 这个 make a speech 就是 就做了一个 追导 献了一个追导词 现在 唯一害怕的 就是害怕本身 现在 美国对待台湾问题 唯一害怕的 就是害怕本身 其实按照联合国宣章 我们按照联合国2758 决议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代表中华民国的 唯一合法政府 OK It's great 这个问题 台湾问题解决了 美国立场 战队了 美国立场 就是实现了 推动了 台海的和平 维护了台海两岸人民 最大的利益 避免了一场战争 避免了发生 乌克兰战争 这么一个悲剧 所以 我们看 看 透过现象看本质 我们把这个 战争扼杀在摇篮里 把这个熄灭的 把蓬佩奥 那个阴谋 和余茂春 挑动四倍 麦国愁容 这种阴谋 踩在脚下 把拜登和特朗普 联合起来 把美国人民团结起来 中国人民团结起来 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这个是我的一个主题 但是怎么去做 这叫先交朋友 后做生意 从那个 如果拜登今天想明白了 明天 开海问题解决了 和平 就是 这个和平这个问题解决了 台湾问题解决了 台独他愿意往哪去 往哪去 到日本去 到瑞士去 到什么 那个立陶宛去 都可以啊 你都可以按照台湾关系法来处理这个问题 是人民之间的关系 你可以去申请 但是你要保持着 这个 台湾这个土地 是属于中华民国 中央人民政府 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国政府管辖的 是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 必须驻军维护的 这就是权力的平衡 权力的制衡 这个就是权力的一个过程 只有 美国只有选择这种 按照联合国宪当的章程和规则来办事 才是中美才能走到合作 互利合作的基础上 才能产生互利共鸣 才是最隐智 最明智 最长远 最站得住脚的一种政治选择 这是一个政治 我希望拜登现在已经80岁了 我希望在这种高龄的情况下 能够做出一个奇迹来 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 拜登不是 拜登总统是1979年亲自参加起草 和通过美国签订的ACT 就是台湾关系法的参议员 年轻的参议员 那么现在 1979年到现在 42年过去 43年过去 这是1979年 生效是1月1日 但是是2月份 也就是现在成过的 43年前 年轻的拜登 我们不要忘了 温顾尔之心 如果我们拿着 回到1979年 美国 30年通过那个立场的情况下 这个台湾问题解决了 中美关系解决了 传接起来 在未来 中美关系的结构 两难选择的结构上 中国不会成为一个俄罗斯 中国反而再一次握手 就是联中 治俄也好 联中治理国 世界也好 就是天降卫攻的格局 就形成了 保卫联合国宪章的格局 就形成了 这个叫道可道 非常道 民可民 非常民 中华民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 中华人民共和 就是代表中华民国的 唯一合法政策 非常民 这个 这个 这个就叫做 人间正道是沧桑 不可孤名学霸王 你将盛勇追穷寇 我讲了 这个就叫法学嘛 我们 依法治国 我讲的都是法学的道理 不要错误地应用法律 我很可惜啊 台湾 台湾大学 培养了那么多政治系 法律系 培养了那么多律师 和出国的律师 包括这样的 像蔡英文这样的 假博士 法学的假博士 搞不清楚 什么是中华民国 台湾的定位 中华民国 台湾的定位 就是台湾 中华民国的 台湾Police 就是台湾省 不知道中华民国是谁 是代表中华民国的 唯一合法政策 那不是German German German 是China Republic People 是Republic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民国政府 唯一合法代表 我的话 结论就在这里 请拜登总统 共和党的 这个 政党府总统 还有 共和党的主席 和民主党的主席 联席主席 通过翻译 听一听我 这段 这段录像 和真实的一个 法律概念 这是美国人民将来 应该懂的一个 中美关系当中 一个know how 一个台湾问题 一个本质 通过现象 通过现在 蔡英文 还有 马英九 还有 陈水扁 李登辉 还有 佟茂春 制造的这些 乌七八糟 又既想当婊子 又想立排放的 这种 屋檐脏器 透过这些迷雾 看到台湾问题的本质 这个本质 对我们这个 这个年龄的人来说 真的 我们要抓紧时间 让年轻人真正知道这个本质 揭露这个 堂堂正正的中华民国人 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堂堂人民解放军 到底是为谁在打仗 为谁在捍卫这个国家主权 为什么中华民国 我们是名乎七十的中华民国的 是我们的国号 不过国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们的国号 台湾为什么现在要搞东西 它就是因为 它现在搬不过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代表中华民国的 唯一合法政府这个国号了 所以它知道它是灭亡 它的灭亡 但是一国两制的本质就是 任贼作妇 狼狈为奸 女虎谋皮 你能够说服蔡英文 李登辉 陈水扁 马英九 他们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代表中华民国的 唯一合法政府吗 这叫鱼虎谋皮 农夫与蛇 可怜的农夫啊 这个幼稚可笑 我说完了 希望给大家一个微笑 谢谢大家